关注了田径运动的备战动态之后呢 下面我们关注跆拳道的备战动态 训练场上呀 每位小将呢都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和不错的竞技状态 一走进跆拳道馆 首先映入眼帘呢 是八个醒目的大字 顽强拼搏 超越自我 他们分裂在国旗的两侧 时刻提醒着跆拳道小将们 要不断提升 为国争光 眼前正在训练的是跆拳道女队 像网上一样 他们正在进行着对打和脚靶的训练 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我们都能看到满满的认真 现在的青岛跆拳道队 一刻也不能松懈 备战省运会决赛 还有60天时间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 163 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 严时助博 增强风吸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 163 379 我的名字叫周倩 然后来自青岛市 平渡市 大的山寺 然后我今年19岁 练台道已经7年了 活泼 开朗 大方 是我们对周倩的第一印象 在刚刚结束的甲组预赛中 他参加了女子49公斤级别的比赛 取得了第三名 说起预赛的成绩 他因为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 而略感遗憾 但是通过比赛查找自身的不足 周倩的冠军之路 走得越发文件 在预赛的过程中 我是跟烟台地式的少臣肥打的 然后他主要是腿比我长 然后我总是 在他的距离 就是总不进去打 所以没有得分点 在决赛中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从脚底下 然后再就是教练 训练当中也会经常提醒我 让我进去打进去打 然后我想跟队里的 比较腿比较长的人多去训练 这样我想练一下我的脚底下 然后能进去打 我想在决赛中拿冠军 然后也希望我们青岛队 然后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希望他们都能突破自己 拿到冠军 我叫冯乐乐 加世吉莫的 然后这次比赛拿到了第三名 冯乐乐今年15岁 这次参加的是 省运会女子遗族的争夺 他曾经获得过 全国跆拳道少年赛的冠军 也是青岛队 这次冲击省运会金牌的游历法马 在训练场上的他 像一只小老虎一样 打出的一招于事都铿锵有力 但是面对记者的镜头 他却有些腼腆 体育精神在人们的眼中拥有无穷的魅力 它是一种不畏艰难的精神气质 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青岛胎圈道女队成立于2009年 目前有两个训练梯队 周倩和冯乐乐所在的第一梯队 已经走上了省运会的赛场 而年龄更小的第二梯队 也在同样认真的训练着 下一届的省运会将是他们的舞台 我叫高婷婷 家是平度的 然后今年是14岁 练台语道两年多了 看他们的比赛 我自己也有很多不足地方 也值得向他们学习 我一定要刻刻训练 为他们为青岛队争光 然后在下一届省运会中 独立训练 指挥省运 坚持精彩 加油